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乒乓球队 国平男团的首场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的8月6号下午16点举行 法国巴黎当地时间的早上10点钟 那么这场早间场的比赛对于中国男团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打响开门红的比赛 当然我们的对手实力并不是特别的强 是印度队 尽管印度女队近几年在国际拼坛可以说是声名雀奇 甚至给中国队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今年的釜山士拼赛 印度女队首场与中国队的小组赛就连赢两位国平主力 最终中国队仅仅是3比2险胜对手而已 但是相较于印度女队 印度男队他们的实力就比较一般 乏善可陈了 应该不会给中国队制造太多的麻烦 那么在昨天结束的比赛当中 中国女队是比较轻松的战胜了埃及队 这场比赛我觉得大比分应该也是3比0 尽管说印度男队也研究一些怪异性的打法 但是相较于女队颗粒性打法能够形成的威胁 在力量和速度方面更具优势的男队面前 这种打法是不具备任何优势的 所以说这场比赛的胜负悬念并不是特别的大 关键是这场比赛的排名不振是很受到球迷关注的 谁会成为中国男队的第一单打承担两个单打项目 这个是非常受人关注的一个战术安排吧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个男双的安排还真的是非常的耐人寻味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王楚清和樊振东两个人目前的状态都非常出色 究竟让谁来承担两场单打呢 这个是很考验王浩的 而马龙基本上应该就只承担一项单打了 因为我们看到在进入到2024年之后 马龙不停的跟许多其他的男队的队员去配合双打的比赛 甚至都跟这个林高远配过双打 这充分证明了一点啊 就是中国男队这边还是非常希望能够让马龙承接一个双打的任务 然后把更多的单打任务留给王楚清与樊振东的支队组合 王楚清与樊振东本身他们两个的双打 其实也是非常出色 目前的话是世界排名第一的 所以这第一场比赛打印度队 对手的实力不强 中国队会怎样调整阵容也是很受球迷关注的点 那同时的话呢 本场比赛作为中国乒乓球队的主力选手的马龙 也将会迎来自己在巴黎奥运会上的首场比赛 这也是马龙第四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了 这在乒乓球历史上已经成为一个传奇 此前四次参加比赛 他至少都能够保证拿下一枚金牌的 那么这次的男团金牌对他来说也是志在必得 考虑到马龙的年龄不出意外 这将会是马龙的最后一届奥运会 我们也能够希望 这位老教乒乓球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 能够在这最后一届比赛当中 有一个完美的收尾 我们在这边的海中 发行账 来 我们在这边 现在